那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商人 他非常聪明 做生意的时候总是能赚到很多钱 有一天他在市场上遇到了一头驴 驴子看上去很疲惫 但商人却觉得他很特别 他心里想 如果我能熏负这头驴 让他为我工作 那我一定能赚更多的钱 于是商人买下了这头驴 开始给他训练 经过几天的努力 驴子终于学会了北中午 商人兴奋的想 这下我可以用他来运送货物了 他把驴子装慢货物 准备出发 然而驴子却不愿意走 商人生气了 开始大声骂他 你这头驴驴快走 驴子无动欲忠 依然站在那里 商人气几百批 决定给驴子一点教训 他拿出一根辫子 准备抽大驴子 就在这时 驴子转过头来 用一种无骨的眼神 看着商人 仿佛在说 你以为我会听你的话吗 我可是驴子 你是商人 我才是老板 商人愣着了 意识到自己被一头驴子洗刷了 他放下辫子 心里暗想 看来我的忠心考虑我的商业策略了 就是